这个小孩不爱洗澡 妈妈狠狠地把孩子往浴缸里按 孩子依旧不肯洗 妈妈竟然用刀扎孩子 鲜血逐渐流出 孩子太疼 用力推了妈妈一把 妈妈撞到头 晕了过去 孩子忍着疼痛逃到客厅 拿起桌上的手机 打开阳台的门 躲进洗衣机里 孩子一边捂着肚子一边报警 可警方这边查不到来电号码 接线员猜测可能是恶作剧 但组长还是当机立断 马上派出行动组 而此时 男孩妈妈已经从昏厥中醒来 他拿着刀到处寻找儿子 组长询问男孩爸爸妈妈的名字 将以此定位男孩家的住址 可男孩根本不知道爸妈的名字 更不知道自己住在哪里 前不久他被带到这个家中 被所谓的妈妈圈养 从没出过门 他刚来是家里还有个哥哥 后来哥哥不见了 听哥哥说 以前还有个姐姐 也不见了 组长一听 立马察觉事情不简单 最后 男孩提供了窗外有粉色楼的关键信息 警方以此迅速锁定了男孩所在的小区 而此时 男孩的伤口也不停地流血 逐渐失去了意识 女人在外面找了一圈无果 再次返回家中 就在女人惊慌失措地打电话给什么人求助时 男孩因无力握住手机 手机磕在了洗衣机上 这一声响 让所有人绷点了神经 女人推开阳台的门走了进来 男孩紧紧捂住嘴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女人在一步步往洗衣机靠近 马上就要发现里面的孩子 在最后关头转身出去了 所有人刚松了一口气 阳台门再次打开 女人看着洗衣机管子流出的血 脸上露出神经质的笑容 男孩还是被发现了 而此时的警方行动组 站在高楼间毫无方向 满脸焦急 紧接着 男孩的哭喊声传到所有警人的耳脉中 男孩不停地对妈妈道歉 却还是被女人从洗衣机拖出 尽管她浑身是血 还是被女人毫不留情地扔到沙发上 怎么办 再拖下去男孩不被杀死 也要失血过多而亡 这时 组长靠着敏锐的听觉 听见一阵类似沐琴的声音 可他无法确定声音到底是什么发出来的 这时 行动队长在一家窗户上看见了风铃 猛然响起风铃声很像沐琴声 队长立即召集队伍赶去 组长则通过未挂断的手机稳住女人 通过女人极不稳定的言语 和他对男孩的虐待 组长判断女人童年也遭受过这种对待 所以他的情绪反复无常 女人被戳中心事 慌乱又无助 他回忆起自己小时候 只是脚踩在门槛上 不论怎么求饶 都免不了一顿毒打 他难过得痛哭 男孩则一定便喊着妈妈 他的理智终于被唤醒 看着男孩满身的血懊悔不已 此时 伴随着风铃声响起 房门被打开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女人的表情瞬间充满了恐惧 等行动组赶到 只剩下呆坐在原地的女人 到处都找不到男孩 警方推断是女人的丈夫 怕被发现虐待孩子 把男孩带走了 立即通缉了这个男人 队长赶到门卫室 询问有没有看到女人的丈夫回来 门卫大爷说没看到 给队长喝了瓶饮料 随后把他带到了一间地下室 刚进地下室 队长就晕倒在地 原来 门卫大爷是女人的养父 只要女人收养的孩子死于意外 他就能获得高额的补偿金 之前就已经有两个孩子被他害死 女人的丈夫也被他所害 这个恶魔掏出针管准备杀人灭口 队长却突然抓住他的手腕 一脚踹翻了他 原来 队长一进门卫室 就注意到了桌上的风铃 和男孩家的风铃一模一样 还看到了垃圾桶里的药瓶 所以他偷偷吐掉了饮料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门卫大爷将会受到应有的处罚 警方成功将男孩救出 组长告诉女人 那个折磨他的男人被抓 男孩也平安无事 女人听后 扔掉了那个梦魇般的风铃 他也得救了